好了 看到台中电竞嘉年华 预计在今年10月要开跑了 梅河产学推广电竞运动 运动局就特别在活动规划时期 邀请了产业代表和电竞相关消息 来办理研商会议 针对电竞发展及未来走向进行讨论 也期盼产学接轨结合市府官方资源 让电竞在台中蓬勃发展 产官学三方共同针对电竞发展 进行讨论这场由台中市运动局主办 台中电竞嘉年华言商会议 特别在活动规划时期 邀来电竞相关消息及产业代表 脑力激荡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电竞运动发展 很多都在我们高中跟大专 那特别是时下青少年 大部分都是学生的背景 卢市长对于电竞运动 希望要到学校跟学生做扎根的工作 一定要从学生做起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来互动 让我们的政策规划 跟产学端第一线所想了解的 能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邀请中华电竞协会远端指导 来自中部一共七个学校出席参与 而针对今年度各校将办理的电竞赛事 推广活动一一说明 并研讨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电竞应该是一个触美 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借着电竞这个活动 了解一下年轻人 究竟他们平常的修行是什么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在这一块 不管是软硬体的产业 那当然也可以促进观光 因为可以让很多爱好电竞的人 从外线市都能够来参加这场盛会 台中电竞校园战队 在去年全运会拿下个人金包银 及团体赛英雄联盟金牌 这场战役在全国打下台中电竞的知名度 紧接而来的电竞嘉年华 结合中部十大校系成为一大盛事 而今活动将在十月登场 运动局也邀请各校好手及素人团队 组队报名 电竞产业其实一直都是算 在目前来讲还是算是新兴产业 然后其实在整个 整个就是我们在教学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要说服家长 所以我们必须要需要 透过许多官方的活动 我们才能让家长知道说 这些活动让家长了解整个电竞产业 然后知道未来的发展怎么去走向 官方主办电竞研商会议 将电竞产业向下扎根 培育人才之外 更期望透过产观学三方交流 壮大电竞产业在台中的发展 打造台中酷运动酷城市